提到謝霆鋒背後的女人 大家耳熟能長的就是張柏茲跟黃飛鳥 其實在他背後 還有一個人默默地奉獻了26年 謝霆鋒從音樂到影視劇 再到如今的美食行業 他都在謝霆鋒背後無私的支持他 鼓勵他、成就他 他就是貨文戲 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女經紀人 一首捧紅許多有名的香港明星 有張家輝、古巨基 容祖兒等 能夠在娛樂圈中 三穩腳跟付出的東西一定是巨大的 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也是個人心態 霍鋒戲一個人在娛樂圈打拼 從幕前到幕後都做到了極致 從無得到演員到經紀人 都有他獨到的工作方法 也獲得了不同級別的殊榮 但經歷這一切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其中還有許多令人增增落到的小插曲 比如第二季成風破浪的姐姐 在觀眾的期待聲中推出 但是這一季的反響並不大 很多姐姐都沒有被大家記住 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 居然是一個經紀人霍文戲 霍文戲在節目中表現得非常嚴格 雖然容祖兒是霍文戲一手帶出來的 但是對他卻沒有半點手下流程 甚至霍文戲說 要不是我對他這麼狠 他會有今天的成就嗎? 霍文戲確實是香港娛樂圈中 地位很高的經紀人 但是霍文戲最開始進入娛樂圈 並不是以經紀人的身份出現的 霍文戲面容搞好 常年跟明星陣在一戲的他 並沒有被比下去 反而能地顯出他身上不同的氣質 最開始霍文戲也是因為獎商好 被挑選去拍廣告才進入娛樂圈的 但是拍完廣告的他沒有繼續拍戲 而是發現了自己的經紀才能 他的第一支廣告的片酬 在他自己的努力下就達到了10萬 這也就是霍文戲口中經紀方面的天賦 雖然後來也有人來找霍文戲拍戲 但是霍文戲堅定了自己要走經紀人的道路 所以他進入了飛途唱片公司 成為一名經紀人 這個公司因為老闆經營不善很快就倒閉了 但是好在公司抵押給了非常有實力的楊老闆 楊老闆對於娛樂公司的經營不是很熟悉 所以就把霍文戲繼續留在公司 他也成為這個公司的經紀部的總監 這個公司就是後來的英皇娛樂 霍文戲身為經紀部的總監 他非常想要找到一條 適合香港娛樂圈發展的道路 所以他就借今日韓娛樂市場的經營模式 開始大都闊斧的改革 霍文戲在經紀方面確實有一些天賦 他很清楚地知道 什麼代言影視適合什麼樣的演員 在他的努力下 英皇娛樂名氣越來越大 霍文戲在香港娛樂圈風風雨雨已十年 手下帶來的明星數不勝數 現在香港能叫得出名的明星 基本上都是霍文戲帶出來的 蔡卓賢和鍾欣彤的組合 更是被霍文戲一手送上頂峰 霍文戲為蔡卓賢和鍾欣彤打造的清純玉女形象 讓他們足足火鳥十多年 但是霍文戲到底事沒能管好兩個人的感情生活 蔡卓賢和鄭忠基兩個人 在一起四年的時間都沒有被發現 直到離婚才公布給大眾 這也是霍文戲能夠把事情的問題解到最少的一種方法 雖然這件事對蔡卓賢有所影響 但是罪不至死 而鍾欣彤出現的問題 徹底讓這三個人難以翻身 燕照門事件至今仍是娛樂圈最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件事葬送了三個人的前途 陳觀禧本來是香港剛出來的當紅小生未來無限希望 但是因為這件事不得不被香港娛樂圈封殺 而張柏茲也因為這件事與謝霆鋒分手 最慘的還是鍾欣彤就連霍文戲也不能救下他 事出之後霍文戲反應迅速 率先安排鍾欣彤召開新聞發佈會 發佈會想鍾欣彤的梨花大雨 希望能獲得同情 但是他說自己是因為狠傻狠天真才會做出這樣錯誤的事情 確實沒有辦法得到大家的原諒 最終阿嬌以受害者的姿態贏得了觀眾的原諒 並在以後處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香港娛樂圈逐漸沒落的時候 霍文戲又成功將半路出家的榮祖兒 打造成為香港的最後一個天后 還以女團總顧問的身份陪同榮祖兒一起參加了成風破浪的姐姐 隨著越來越多藝人紛紛投入內地娛樂圈的懷抱 霍文戲也不例外將目光放盡了內地市場 並成功將事業一般的陳偉廷變成了一線頂流男神 當初陳偉廷出道多年一直密密無聞 連黃曉明都不認識 他身上唯一的焦點可能就是與兩大女神的戀愛史 但陳偉廷在霍文戲的打造下 姚新一變成為了多部爆款影視劇的男主角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謝霆鋒 眾所周知 在謝霆鋒生命中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女人 一個是和他報入婚姻 為他生了兩個兒子的張柏芝 另一個便是天后王妃 給了他青春愛戀攜手走進中年戀愛 最後一個女人方文戲 才開始進入娛樂圈的謝霆鋒 也處於半逆期 是個黃衝直撞的小伙子 當時的謝霆鋒面對公司的安排非常不服氣 他認為霍文戲明明給他大不了多少 憑什麼對他進行管制 謝霆鋒相當於從出生就進入了娛樂圈 對霍文戲這種半路入門 還不是專業的不是一故 霍文戲並沒有和他介教 專注於自己的事業 盡心盡力地為謝霆鋒安排各種工作 行程也整理的十分出色 在霍文戲的眼淚 謝霆鋒就像自己的帝大 他在公眾場合返下的一些錯誤 都會由霍文戲親自道歉並提出解決方法 而謝霆鋒並沒有從內心深處感謝霍文戲的付出 仍然用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混混到日 一次謝霆鋒與張柏茲開車出遊 卻不慎與路旁的花壇來了一次親密接觸 當時的謝霆鋒與張柏茲直接笑忘了 兩個人沒有遭任何處理就迅速逃離了現場 事後謝霆鋒財中衝將此事告知吸了霍文戲 霍文戲迅速在公司找了個司機頂包此事 迅速地解決了此事所性沒有鬧得很大 此後的謝霆鋒收斂自己 和霍文戲愈來愈合拍 兩人合作也愈來愈默契 經時一時謝霆鋒也愈來愈信任霍文戲 二人也因為工作的原因私下相處愈來愈好 遠如家人一般互相成就、互相理解 那麼霍文戲究竟有何本事 能夠捧紅那麼多藝人呢? 其實這經人的成績背後 與霍文戲一直以來的超強工作量是成正比的 在英皇娛樂工作的十幾年中 他總共休假不超過二十天 每天還堅持十幾個小時的工作量 除了訓練藝人的專業 還要保護他們再走卓上別人漸變而 所以霍文戲也練就了一身好酒量 霍文戲工作如此繁忙和精彩 感情生活到底怎麽樣呢? 有顏折有能力的霍文戲 唯獨遺憾的就是感情的缺失 2010年霍文戲宣布休假 因為他遇到了此生的自愛理見集團的總裁賀丹青 兩人一見如故並迅速展開戀情 但是相見恨晚的異人 最終橫視有緣無份 這段感情僅僅維持了一年便已分手告終 三年以後 霍文戲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名戴著女兒的丹親媽媽 原來霍文戲遇到丹青分手後 才發現自己壞了前男友的孩子 這是所有人都似了未及的消息 再講餘圈也引起了眾人的討論 此時的謝霆鋒作為老搭檔霸氣十足的說道 把孩子生下來我養你們一輩子 賀丹青也在此時聽到此消息 想要尋回自己的親身骨肉 霍文戲決絕地拒絕了此人 在他看來此人只不過為了自己的後代著想 況且以人無法真正的傷害 毫無感情就因孩子而結婚 既是對自己不負責也是對孩子不負責 謝霆鋒就在霍文戲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出手了 說不驚喜是假的 但是霍文戲還是沒有答應下來 最終選擇獨自一人前往一個小村落自己去生了 後來的霍文戲再恰當的時機 母親節之時公布了自己女兒的存在 成為了一名真正的女強人丹親媽媽 如今霍文戲的女兒已經13歲了長的漂亮可愛 繼承了媽媽優秀的基因 不過還是有色網友看得孩子的獎相 紛紛八卦到和謝霆鋒好象是不是謝霆鋒的 面對妄想的眾說紛紛 兩人沒有過多解釋 而是抱著清者自清 俗者自俗的態度 兩人的友誼也沒有受到絲毫影響 而霍文戲用自己的獨立 全息了女人拿的喜放下的意志 在外的身份都是自己級的 他強任他強 清風忽山公 我們盡可以慢慢來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標 想要成就的事業一步一步腳印走 霍文戲進入娛樂圈 從不說空話 用自己的能力贏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也從底部一層層地奠定了自己再趕如冤的地毀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只有努力提升自己 將技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愛人先愛己正因她的努力和優秀 讓她時隔多年 仍然在事業上綻放光彩 成為獨立的女強人 而她和謝霆鋒這段深厚的友誼 也讓我們看到友情的重要和溫暖 娟娟流水不恩寫而左 真至友誼不恩怨而疏 願她們友誼天長地久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